大家好 我是中医许大夫 血管最怕一个堵字 健康的血管是通透有弹性的 但是慢慢的会跟随年龄的变化 逐渐的变硬变脆 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动脉中央硬化 而血管的堵塞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血管硬化以后慢慢的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 逐渐成长为血栓 一旦血栓脱落就会堵塞血管 这个时候血管堵在哪里 哪里就会遭殃 一旦身体出现这四个信号 可能就是你的血管堵塞了 第一个肢体障碍 多数脑梗患者在发病前都会出现肢体障碍 这多半是由于一旦大脑的供血不足 会导致脑血管堵塞 从而影响到运动中枢神经 而最快最明显的则是出现肢体障碍 尤其是肢体麻木 这种现象出现一定要高度警惕 第二个视力急剧下降 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视力急剧下降 或者是虫影黑猛等情况 需要警惕的就是脑梗死的危险 这是因为大脑的血管会被堵塞 会导致视神经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 容易引起血管坏死 进而引发视力下降 第三个表情僵硬 脑血管堵塞脑组织的供血会受到很大影响 面部肌肉神经会出现短暂的紊乱 面部的肌肉会出现减少运动以降低耗氧量 所以导致患者出现面部僵硬情况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普克脸 第四个频繁打哈气 脑梗塞患者在发病前一到两个月会出现频繁的打哈气 这是因为脑组织由于脑血管堵塞而出于缺血缺氧的状态 就会通过打哈气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氧气 这往往是身体的一种应激行为 这四个症状如果长期的不管不顾 脑梗迟早会找上门 得了脑梗 如果还不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 拖的时间越久 不但会造成大面积的脑梗塞 或者是成为持续昏迷的植物人 相当一部分的患者还会遗留一些后遗症 比如说肢体麻木无力 土字不清 行走不稳 失利模糊等情况 严重的话会导致偏瘫或者是直接死亡 我们30岁以上的人群 其实或多或少 血管壁都有一些微小的血栓 这是生活环境和饮食环境造成的无法避免 但是想要抑制血栓的形成 食疗其实是最简单最省力的方式 可能很多人会问 那喝绿豆汤行不行啊 绿豆是清热解毒的一种食材 有助于解腻消食 但对于血栓并无明显的大作用 这是因为绿豆中主要的物质是蛋白质 这种食物蛋白只能帮助提升细胞活性 并不能够减少血栓的形成 真正对于养护血管有用的其实另有它物 那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水元素呢 是血液的主要组成成分 那所以想要养护好血管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 每天至少1500毫升的水分呢 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光靠喝水也是不够的 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呢 加入有机轻持菊来帮助加速脂质的转化 减少部分血栓的形成 这其中就还有丰富的菊带黄酮水酥碱等多种物质 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血管作用 氨基酸呢可以激活蛋白酶活性 加快对于脂质的分解 避免体内过多的脂肪积攒 让血液流动更加通畅 黄酮则可以帮助改善血管弹性 减缓血管的老化和僵硬程度 降低血管阻塞的风险 其中还含有一些锡元素 这些物质呢能够帮助改善中枢神经 有助于促进受损细胞的养护 所以呢有脑梗征兆的朋友呢 最好能够每天喝水时问泡一朵 并坚持饮用对于养护血管有好处 那屏幕前的您是否记下来了呢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私信留言 我会来为您解答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我是中英徐大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